在这边的话,假如说我们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利用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 来帮我绘制结果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首先特别注意,如果你将来会用到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做出这个结果的话,恐怕要注意几件事情 就是说第一个啦 你如果要统计的是什么,所谓的年次的话 那你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要先确认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年次这个栏位 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要把它变出来 不然的话,他没办法帮你做统计分析 你不能说我今天直接丢一个生日 里面当然有年月日,甚至十分秒 那你就要让他自己帮你去抓出那个年的部分 那这样不可能啦 所以理论上你要做一些统计分析之前 最好就是把那个栏位先变出来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统计年次 那一般我们的习惯是这样啦 那我就是先在我的资料里面呢 那就是在产生一个栏位叫做年次 OK 所以啦,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可以利用刚刚讲的方法 那年次要怎么产生 第一个的话当然就是说 我可以把这个格式把复制一下 把它给他一下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年次是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生日的年的部分 再减掉1911 所以呢,可以先插入函数 再来找到那个日期时间的year 所以year再倒数第二个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给这个年,给那个生日 那他回来的话是1981 OK 不过这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就出现1981 然后再来把1981怎么样 再减掉1911 那这样的话就会转换成民国年 不过有的时候啦 你做完计算之后 他会误以为说 你这里面有日期 所以他会误以为说 你里面也是日期 所以他自动帮你转换成日期 有时候太自动了 那怎么把它改回来呢 其实倒也很简单 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里面 把原来他自动帮你转换格式 为日期 那就把它改成那个通用格式就可以了 通用格式按确定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这样就恢复成70年次了 那这样其他的话向下填满 就可以自动完成 我们要的年次这个栏位 第二点的话特别注意 那个年次部分的这个栏位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年次当然 目前看到 如果他假如资料是 预设就靠右对齐的话 那显然这里面的资料一定是数字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取得的资料 在没有格式化之前 他如果是靠右对齐的话 那理论上 你就慢慢有一个敏锐度 他是数字 那如果他靠左对齐的话 那特别注意 你就要有敏锐度 他应该是文字 他不会是数字 数字的话不会靠左对齐 除非说你自己去格式化他 OK 所以有年次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第一件事就完成了 OK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用 枢纽分析表 那请注意一下 就是说 你给他的资料格式 是不是是不是有正规化 那所谓正规化 一般指的就是说 一般的我们第一列 通常是放栏位名称 那如果不是放在第一列上面 我建议你就把它正规化 就是让他可以放在第一列 所以上面这两列 其实是一个说明 那如果没有用到 不然你就把它删除掉 如果有用到的话 你不如就把它摆在最下方 或者跟那个资料分开来放 你不要把它放一起 不然他会误以为说 你上面的说明 也是资料的一部分 OK 所以把它先删掉 好 那另外的话 在使用枢纽分析表 还有一些常见的错误 就是说 会用到所谓的跨栏至终 我建议各位 比如说像这边 你说这边都欧栏 那有的人就习惯怎么样 把它跨栏至终 然后每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全部就是欧栏 如果你是这样放资料的话 跟各位讲 将来 枢纽分析表就会出错 OK 这一栏一定就是不OK的 所以特别注意不要 如果你要使用枢纽分析表的话 你就不要用跨栏至终 不然他没办法 他不会认为说 这个是 总共会有1234个资料 他最后结果 他可能顶多是认为说 这边只有一个资料 不是四个资料 当然我们眼睛看 原来这四个都是一样O型 但是 在枢纽分析表 他却不会这样认为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要用跨栏至终 大概会这几个地方 如果你这些细节 都有顾虑到的话 那其实你用枢纽分析表 就还蛮简单的 所以一先产生我们的年次 二的话呢 请你在游标放在 这一个范围之内 记得把上面两列删掉 然后呢 再按一下那个插入枢纽分析表 这边在上面有这个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呢 他会选这个范围 范围如果对的话 按确定 然后呢 请你把那个 我们刚刚产生那个年次拖拉到列 把年次拖拉到值 他就会帮我们把年次做个统计 那统计预设 如果里面是数字 他就加种 那但是我不是加种 我是要算几个人 所以呢 几个人的话就是 把这个箭头按下去 值的栏位设定 改为记数就可以了 按确定 好那你可以看到 58一个 59一个 63三个 ok 那问题来了 我如果今天希望 5年集生 放一起 6年集生 放一起 那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功能 按右键 记得在A5 上方按右键 会有一个功能 叫做组成群组 特别注意 这个组成群组 就是可以帮我把5年集生 6年集生 全部group在一起 那group的话 按右键 你会发现呢 这边他会问你问题 说 那你的 起始年次 应该哪一个开始 我们其实50开始 那结束的话 应该是在多少呢 79 那 每 你几年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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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那我们其实 50到59 就10年嘛 所以你这边输入 兼具值输入10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知道说 帮你把50到59 一个群组 60到69 70到79 那各为一个一个群组 那不过另外 顺便跟各位提一下 假如说 你的资料 并不是 特别注意 如果年次假如说 不是数字 也无法群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是根据 你的那个数字 去做一个群组 那假如你提供给他文字 他就没办法群组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所以我会特别 看一下他是到底 靠右对齐 还是靠左对齐 如果靠左对齐 你就想办法 把它转换成 数字 那再来群组 就不会有问题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按确定 好 那这样的话 就group在一起了 5年集生 2个 6年集生 41个 7年集生 57个 总共100个 那这样就很清楚了 那最后的话呢 再根据什么 再把它画个图 因为其实说真的 看表蛮清楚的 但是其实如果说 看图 当然相对更亲切 更直觉 而且 有的时候 你们老板 或者你们的客户 他就会想说 看一个最直觉 看数字跟看图 当然是看图最轻松 所以最后的话 我们干脆 帮他绘制成 所谓的枢纽分析图 所以最后再把这个表做出来之后 在他功能的右上角 会有个叫枢纽分析图 枢纽分析图的话 点选他之后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用纸条图 你可以用圆形图也OK 算比例 那我们用纸条图按确定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统计 的 这个图给 绘制出来了 你会发现很清楚 7年级生最多 其次 6年级生 那5年级生真的太少 它两个 所以其实 可能5年级生 就不是消费阻力了 那当然 将来如果再做一些 呃 推销的话 那当然就可以 可以针对那个 对的族群啦 会相对 会 比较容易 对这些族群做行销 那再来的话 最后可以把这个 标题改一下 也许这个叫年次统计好了 可以把这个加一下 年次 统计 那其他H 你可以自己再格式一下 其实就已经 算是还蛮清楚的 那次的话 H就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 然后加 换个字好了 让它加粗体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做完 做完之后的话 底下的工作表名称 它这个预设 好像会自动叫什么 工作表1 工作表2 那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叫年次统计好了 那理论上 它会帮我把它放在 我的资料里面的 应该是 左边的工作表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切换的话 直接就可以把它切过来 就是资料 切过来 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 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OK 这个还蛮方便的 我觉得 所以特别注意 我把重点跟各位 推顾一下 1 把年次这个栏位先做出来 2的话删除上面两列 记得不要合并 储存格 其实有些是至终 那你把它恢复 再来的话 就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做群组 并且绘制图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画面先暂停分享一下 OK 试试看